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一个女生很心疑的时候 你通常会用什么手法去追求对方 是不是每一次追求都成功 有没有试过有被人拒绝的经验呢 你追求女生成不成功 那你第一天要试一下两方面的意见 两方面的体会 那你当然是一步一步来的 不会说单刀直立的 那你一步一步来的 应该不会失败的 会不会每一次都用预弹政策呢 女生的心理上 基本上 第一 她对一个男人 她觉得那个男人 或者她有一种魅力 有一种成功感 事业感 事业感 事业成功一定肯定会比较有钱 物质上 可以得到满足 这个当然都是女性的想要的东西 很多女人都是 就算不结婚 都希望 或者生孩子 或者和你一起一世 这些 通常一半 很多女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们不能用欺骗的手段 来对于自己的自己 就是说给她听 我就不适合结婚的 我的性格和我现在 对于自己的事业很负责 但是呢 对于我自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你觉得值得和我交朋友 那去交朋友吧 你有没有怀疑过 有时一些女性可能对你表现得很新银 是她真正被你吸引 还是被你的金钱所吸引 我看一个人这两样东西 不用太开 一个人 始终你追过女性 你追求她的品性 美貌 各样东西 亦都是一种条件 那个女性 和那个男人 亦都是说一种条件 金钱和你的事业 那些东西 亦都属于你的一部分 她这也都是 看重是 所谓一个package 那这些呢 是心理上我觉得是 可以接受的 你刚刚提到 你说你不适宜结婚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的心不定 继续想认识女朋友 还是你很怕结婚之后 万一要离婚 人家分了你的家产 两人都有关系 固然我的性格 就比较 喜欢自由 就不喜欢和别人吵架 如果结婚以后 你自由一定有博触的了 你自己的生活的时间 那些人经常会检查你 这些事情 是很难免的了 很容易吵架的了 一吵架就 玩完了 玩完了 如果结婚就要离婚 离婚 可能是财产当中的损失 财产当中的损失 基本上来说 我少一点都不自在 但是 我对于我们的公司 以及我现在的投资 应该也要负责人 如果把自己的股份 公司那些东西分散开来 给了一个另一个女人 来抓住 可能 对于整个运族 就不太好 就不太负责人 直到今时今日 你从来没有正式结婚 我从来没有正式结婚 就订过婚两次 第一次就是 我读完书回来 那时有一位谭小姐 那时我父母很想我成家 很想我和她结婚 那时我父母的压力 我先订了婚 结果都没多久 结果就分手 这位谭小姐 是不是就是选过香港小姐 选过香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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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第一名是乌小姐 第二名是谭小姐 乌小姐 是我早年的 她和我的感情很好 那时候 我们中学毕业 在我毕业开的舞会当中 朋友带她来和我认识 她刚刚从上海下来 我见过这么多的中国女生当中 那个全中国的女生 我见过这么久 都是最漂亮的那个 后来我去了英国读书 大家分开了 她为了要来英国去选美 那时候选美以后 她来到英国 但结果都找不到我 结果大家都没有联络得到 到我读完书回来 我再见到那位乌小姐 那时候 她已经结婚了 那时候她已经大肚了 后来她又离婚 大家都保持了一段恋情 但我结果都没有和她再结婚 对我一生当中 我都很怀念那段感情 这两段感情 吴小姐和谭小姐 那两段感情 都是我一生当中很重要的 你刚刚提过 你说你试过两次订婚 第一次就是年轻时候 父母压力 明白了 第二段不是很久的 应该是95年左右 应该不是父母压力 你又没有想着结婚 为什么要订婚 还要搞到这么大呢 这是和TerryHoliday的那段订婚 TerryHoliday那段订婚 是我一生当中 比较失败的感情 那时候 就是关于女方的压力 就是不能够结婚 那我们也是有做定婚的手作 她的要求是要做一个大的派对 是要做成终的名人 来参加派对 然后这段订婚 可以说是对于我来说 因为得到一个很好的儿子 不因为是一个美国女人 利用香港的司法 那些可以说漏洞 一味向我敲债 一味在法律方面 常常诈取感情 那我就觉得是我一生当中 非常失败的一段感情 那次的承认 Terry是否很清楚 不知道是一个订婚 是一个结婚呢 因为后期他曾经说 他当然很清楚 他自己说过 直接分开才知道我不是赵太吗 他只是这么说 怎样可能 那你每一段感情终结的分开 是否都是由你提出的 感情发生挫折 通常都是戒交 那我看主要就是 大家脾气不对 但会不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你的伴侣不可以忍受 你同事其有其他的女朋友 所以大家搞得不开心 终于要分手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来的 继续说你的分手过程之前 要让你吃点东西 那你那份是烧纽西兰羊架 半烧薯仔鸪铭 这份是野菌意大利饭 很香 亦都是媒介报导 你有些前度女友就说 赵公子很孤寒 那些珠宝带完之后 一分手就要还给你了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 我刚才说过 珠宝那些是我 阿妈的遗传 那些我一定要 守到我最后一天 如果跟我来往得多 有些我都会帮她 买一些珠宝首饰给她 那些会不会拿回 那些不拿回 送划送 借给她带 借给她带 他们知道的 很清晰 这一批是借的 我讲得很清楚的 这个也是媒介报导 就说Terry Holiday 留了一批珠宝 那你要用68万和她买回 她才肯还给你 是否是事实 那时候我有些珠宝 买了送给她 那时候她又说 我回到美国 结果她两个月又回来了 那时候她说 那些珠宝我也不要了 不如给你 我也没有要求她 给我一些珠宝 她自己说 我的珠宝我不要了 我给你 你不如给我一些钱 你送给女朋友 最贵的一件礼物 是多少钱 那 也有几十万 那些都有的 主要都是首饰 是的 感情里真的有很多段 但是跟你所谓开花结果 有下一代的 就是三段 在这三段感情里面 有了下一代 有没有曾经想过 既然有下一代 就跟那个人结婚 订下来给他一个名分 我看见 生光时 大家都同意了生 不是怎会生下来 是否 基本上在我一生当中 也有很多个没有生 度胎 很多次 大家也都很清楚明白 生了下来 我们是不会结婚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 对子女有个亏欠呢 不可以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我觉得呢 就 他们呢 就 一路 弟弟的生活 我觉得 都没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 人家 得不到的 或者他们得不到 人家得到的 但是大致上的生活 都是跟一般 成长都一样 那 基本上呢 他 小时候 都是他妈妈扶养大的 我给钱而已 那我就有 渴望权 我觉得 基本上呢 就 没什么特别 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同 那些小朋友 小时候 有没有问过你 爹地 为什么 不是跟妈妈一起住呢 他们都很明白 没有人问过我 这件事情 终结这三段感情的时候 他们的妈妈 都会带着他们的骨肉 是 企图离开香港的 那三次 你都有申请禁制令 是吗 嗯 是啊 是啊 你是想留下妈妈 还是留下子女 那就 我当然不想他们带着子女 等子女长大 也不知道爸爸是谁 那一种 是吧 你也有争取抚养权 我相信在香港来说 他基本上 抚养权都是给妈妈的 那 抚养的 就是 费用 就是爸爸负责 这个是 普通的 一般的 判决 是 龚如森女线 和黄德辉先生 他们是不是很恩爱 龚如森 是不是很信命你风水 那你有没有见过这位 陈振聪先生 我和他见过很多次 Tony 那两个的感情 是不让他的朋友知道的 Tony 和 慈善基金打官司 我只是尽我可能做和事佬 要是他两方面都比较相信我 到这个时候 我都要给你一些甜品 一边吃甜品 一边聊聊他们的苦药 你那份就是意大利奶凍杏仁脆筒 我这份就厉害了 朱古力三重咒 里面有朱古力慕斯 朱古力橙酒小甜饼 朱古力樽子拿破仑 请用 每一次辉养团你都拿不到 那是否三个 那两个儿子 那一个女儿 基本上的成长 都是跟着妈妈 来得你很远 我的大儿子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 他妈妈已经嫁到美国了 那时只有两三岁 所以一直都是和我一起生活长大的 那个大女儿 有时跟着妈妈 也有一段时间跟我一起住 Roman 因为他一直都是跟着妈妈住 星期间就过来探我 假期有时过来探我 三个 你觉得性格上最似你的是哪一个人 各有各似 大女儿像你什么 大女儿 她很有创意 我觉得她这件事就比较像我 就是 independent 喜欢自由 还有她的样子也很像我 大女儿 有些性格上也有和我相似的地方 小女儿 现在还未看得出 但唯一看得出她 就是喜欢女儿 常常有事问问我 爹子 爹子 我做学校看中的女儿很漂亮 我怎样去接触她 叫爹子来帮她出想 那你有没有教她 有 她很小 十五六岁 是啊 是啊 已经开始了 是啊 但现在很少 实际上她的学校 都很少 男女和我一起吃饭 那些很少 如果女儿来问你 爹子 你给我一些意见 我喜欢做一位男士 但是她说 这小子都不会跟我结婚 你会给她什么意见 她抓住 自己决定 我觉得 结婚不是很重要的一张纸 如果两个人好 没有那张纸 可能生活得更好 其实现在看回以往 这么多段感情 你真的觉得 有没有伤害过任何的女性 任何一位特别的女性 又或者你真的觉得 规附了她 男女分手一定是有伤感的 但是呢 我那个人都很公道的 就是读别人的分手 都是分阶段进行的 不会说一下子 今天跟你刚刚好好 明天就突然间说 喂 我 走开就不认人了 这个呢 我就不做了 就是通常 有些分六个月 有些分一年都有 那你在人生的阶段 过了七十个年头 到这一刻 是不是都不会有人结婚的年头 我相信我这一世人结婚的机会 应该很少 你自己呢 就决定都差不多 不会结婚的了 嗯 但是你有一个朋友 他的婚姻生活 似乎听你以前说 是很霉满的 就是龚如森女士 和黄德辉先生 你是不是和他们认识了很久的了 我们从大家开始一起合作做地产生意 主要我们都是上海人 在香港 地产界上海人很少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的机会就多些 龚如森是我的好朋友 最特别是龚如森和我同年同日生的 是的 这个世界只有这一个人是这样的 同年同年同月同日 是的 很有缘 是很特别的 黄德辉和龚如森在香港 事业很成功 但是朋友很少 我算了他们是比较知心的朋友 他们是不是很恩爱 嗯 他们是一个生意上好的部分 因爱的情况 我们外人也不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一百 表面上看上来 他们两个生活的方式都很混合 黄德辉先生被绑架之后 你有没有帮过龚如森女士忙 或者帮她忙 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女人 她从来没有要求过我 在哪一方面 我唯一 那时候她最要求我可以帮她的手 就是在她那时候出庭 她的围捕发生问题的时候 她找很多朋友 都没有人肯帮她出庭 那时候 唯有何鸿生和我两个都答应帮她做 其实当时是不是龚如森已经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打官司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一直都不知道 那时候都在末期 那时候突然间我们吃饭 龚如森一段时间不在香港 说去了美国 那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她都是去了做生意 不知道她那时候去美国去看癌症 龚如森是不是很信命你风水的 你知道吗 在她在世的时候 老实说我们都不知道 她是不是信风水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后期她是不是信风水 我们都是看报纸那里的报章那里这么说 那你有没有见过这位陈振聪先生 我跟他见过很多次 他真的跟龚如森很熟 我跟他 在龚如森在世的时候 龚如森和Tony那两个的感情 是不让他的朋友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的 我认识Tony是后期的事 因为主要是他们家里打官司 和Tony和慈善基金打官司 那时候我只是尽我可能做和事佬 帮两方面看看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和解 在这个环境当中 应该是他两方面都比较相信我 但是结果都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结果都做不到 他们两家人有没有坐在一起 当中大家有谈过一两次 但是三句两句都谈完 就谈完了 谈完了 就走了 是的 龚家信你 我有一些都不出奇 因为有这么多点交情 那为什么陈振聪也这么信任你 Tony信我 第一是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 能够说服龚家 因为龚家已经说服不了 而且他的伙计也觉得 要稳守我们的阵地 不让别人供日 现在说成千亿的身家 实在是不是有一个余地 是大家可以妥协的呢 就是有多少是做自善的 多少是大家可以拿来分的呢 那这些呢 我一直都认为 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认为可以谈得好 龚余生在生的时候 你和陈振聪都不熟 不熟 完全不熟 所以他们之间有什么感情 什么朋友你都不清楚 是之后他才知道 之后我也是听Tony跟我说 或者Nina 常常在他那边都有提醒我 那我们都是 虽然不熟 大家都有知道 遗产的九分 你都见过不少了 那你自己也有不少的家财 你自己有没有立好你的遗图呢 我有的 但是每年都修改 每年修改一次 有时六个月有时一年 即环境不同 我又要修改 是不是 有些女性对我很好 我都要分一些给她 子女都要有一个基金 不可以分成将来的基金 会可以继续在事业方面 继续可以做下去 你改这么多份 怕不怕将来有哪一份 才有效 有一个人挣扎 有一份新的 撕一份 一份新的撕一份 遗产是做了一份 做了以后 做了新的旧的 就撕掉了 你不放两份 放在一起 只有一份 我希望你很久很久 都用不着你的遗产 因为今天我都预备 送了一份小小的礼物给你 希望成为你的遗产的一部分 究竟是什么呢 我请Helena拿出来 Helena 麻烦 第一份的纪念品 就是你的智爱 打了几十年的篮球 厉害 医生有没有叫你不要打 有的 我去骨科医生 我经常看骨科医生 骨科医生 经常都叫我不要打 你去哪里打的 你的篮球 篮球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不同的波友 都是你的年纪的波友 我是年纪最大的 真厉害 还能打一下 除了篮球之外 也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这个真的没得买 因为有得买的 我买不起了 你大把 就是你以前接受过闭台访问的一些片段 里面也有一个访问很有趣的 Gigi很小的时候 在你的空堂接受的访问 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回忆 我看过你以往的报导 就说你2014年准备出自传 分三个题目 如何自呼 如何享乐 如何讨女性欢心 还会不会实现这个计划呢 我会实现 但是今天给你访问当中 已经抢了个头牌了 希望你明天在自传的时候 也折录回智云饭局的访问 好的 多谢你 一个人不结婚的原因有很多 在赵公子的世界来说 遗产的分配 绝对是其中一个重要考虑的因素 一个人拥有太多的物质和财富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少一些的话 我们的挂虑会不会少一些 感情的世界能够更加投入 和来得更加自然 到头来拥有的可以更加多